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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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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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记录上最高的在2米6、2米7都有 正常人的生长大约是18岁左右 就开始减慢甚至停止了 但因为荷燕蒙的刺激 这一类的年轻人一直到20多岁都会不断地生长 一直到30多岁令身体内复合不到 有很多病变 软组织也过大 影响到心脏各方面的问题 这一堆我们就会称之为巨人症 但如果发病的期间是已经20岁打后 骨缝已经鱼合了 这个生长激素虽然高了 但也没有办法再将人的身体向高来发展 它主要来就会令到你向横来发展 譬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软组织会比较厚了 譬如说口顺会很厚 鼻膏会大 那些骨骑也会增生 譬如说下巴那些位置会特别生出来 眼睛会特别大 拳骨也很明显 口唇 鼻膏那些软组织也会特别大 这些都是一些表征 很容易可以看得到 刚才医生你说过那两种病症 其实哪一种会比较常见一点呢 这两种病症里面 肢体肥大症是会比较常见一点的 在中国人来说 台湾有个研究 大约每100万人就有40至70个病人 即是说香港可能有几百个这类的病人 在市面上 巨人症相对就会少很多 因为这些只是在小朋友会发生的 因为在小朋友来说 生长肿瘤的机会相对也会比较低 所以大部分都是一些肢体肥大症的病人 会比较多 那有没有说在脑下垂体这个位置 生了一些肿瘤的话 其实成因有没有说为什么 脑下垂体的肿瘤 我们叫线性瘤 成因真的不知道 但是其实它是脑内 一个比较多生肿瘤的位置 占我们原发性的脑瘤 有10至15% 所以其实都是一个 挺常见的脑肿瘤 刚才你看过巨人症和脑肢体肥大症 都比较少见 那医生在确诊这些病人的时候 会不会有难度 其实都难的 因为难是在于病人 有时候自己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未必去求医 但是当他去到医生那里 可能反而医生会比较容易 看一看他的症状都会知道 例如那些年轻人很高大 他觉得没有东西 高高大大还好 谁知道原来到20多岁 都还不断生长 他才去到医生 又或者有些病人 肢体肥大症 可能面部有的情况变了 他可能以为只是正常的老年的退化 皮肤粗造了 或者手指大了 这些都是他以为是没事的 不去看医生 便会影响了那个诊断的时间 有这些病症的人士 其实他们的外貌可能都会有些影响 会不会都对于他们生活上有很多困难 是的 有些病人 其实你问回头也挺有趣的 他可能过去那十多年 慢慢都变化了很明显 他自己 但是他也忍住的 譬如说 他的鞋 每年都要换鞋 因为鞋越来越大 结婚戒指戴不了 他会很容易疯 关节会很容易疯 尤其是膝关节 经常都以为自己是老化了 退化的影响到 有些人就发觉有手都有麻痹 因为他们有手腕综合症 那些组软组织太多 迫着神经线令到手很麻痹 甚至有些更严重的 心脏都有时 有心脏病 他看了医生才发觉 原来生脏肥厚得很厉害 因为那个生长激素 不断令到心的肌肉不断发大 令到心的功能都会影响 但是本身这种老下垂体的瘤 多数是良性或是恶性的 如果不去处理的话 最严重的情况会如何 老下垂体瘤基本上 九成半以上都是良性的重瘤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不是担心 它会不会扩散 而是如果是功能性的脑垂体瘤 就要看看它影响了功能 究竟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譬如说刚才肢体肥大症 有些医疗的报告都说 如果有这个荷尔蒙的增高的话 比一个正常人的寿命 是会短10年有多的 而且有很多病发症 刚才说过了 糖尿心脏病 关节炎症 癌症 这些都会影响到严重 所以治疗的方案 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 减低这些荷尔蒙 令到它回复正常 但当然也有时候 有些垂体瘤是很大的 会压住视角神经线 令到视野会收窄 看东西会蒙 这些病人就需要 比较早期的治疗 治疗后令到眼睛的视力 这样回复正常 那有什么方法 可以根治这个肿瘤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治疗方案 主要有三样 就是药物、手术 和一些我们叫防射外科的治疗 那如何去选择呢 药物其实对很少的垂体瘤 是有作用的 大部分的垂体瘤 单靠药物是没办法做到的 做手术方面 现在就进步了很多 我们现在都是用一些眉床的方法 经过鼻 用内窥镜 一些眉床的 经被蝶豆的垂体撤除疗 这些手术 它的好处是在于 表面上没有伤口 做完之后 病人一两天 已经可以去出院 也都是安全指数 和病发症的机会 是少很多 所以现在第一线治疗的方案 基本上都是以做手术为主 做完手术之后 其实病人很多时候会告诉你 个人觉得轻了很多 因为他的身体内 那些软组织 开始慢慢收缩了 手指也变得没有那么粗 心脏功能可能也会好些 软组织那方面 就比较容易一些 但是如果是骨 就比较难了 因为骨就生成了之后 譬如说它都已经生成那么大 就不会说很容易就缩组织 不过其他的功能 相对手脚的灵活性 关节那方面 都会得到改善 好的 我们今天 谢谢黄医生这么详细的讲解 今集的时间就够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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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